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继续来阅读《圣经生命记》第29章 我们从这一章的第一节 让我们看见这一章经文的主要内容 就是上帝透过摩西 向以色列百姓重新的来立约 29章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 上帝曾经在和列山与以色列人立约 那一次的立约的对象是 第一批被上帝从埃及拯救出来的以色列人 但是因为他们背逆神 他们对神没有信心 那上帝不允许他们进入到迦南地 而29章这里 是在摩亚那个地方 上帝透过摩西 再次跟这一批新以色列人 就是在旷野里面生的 或者是当时候仍然在立约的时候 仍然非常小的这一般的以色列人 现在他们新的这一带 他们要预备进入迦南地 因此上帝向他们来立约 整篇立约的那一个的重点 我个人觉得在第六节 第六节那边说什么呢 那边说要让以色列人知道 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神 要让以色列知道耶和华是他们的神 我觉得这是整个立约的最主要的核心 上帝所做的这一切 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祂是神 因为祂是神 因为祂是拯救他们的神 那祂就可以要求以色列人 用生命来去回应上帝 要知道耶和华是神 那整篇的约 如果我们或者在这一章的经文 29章我们来阅读的时候 我想我们可以稍微做一点点的整理 我可以整理几方面 要知道耶和华是上帝 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呢 第一 耶和华是为以色列征战的神 为他们的祖宗 带领他们打败埃及的法老 然后经文一开始说 他们到进到这一个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打败西斯本的王西红 还有巴山王二 将来上帝也要带领他们在迦南地 要打更多的胜战 换句话说 上帝是谁呢 上帝是为他们征战的神 这是他们的祖宗所认识的神 也是他们这一代所认识的神 第二 上帝是谁 上帝是那为供应他们 在日常生活一切需要的上帝 我记得我们在前面的经文 曾经讲过类似的 或者读过类似的这种的表达 在这里再重新出现一次 上帝说 你们40年身上的衣服没有穿破 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 而且上帝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 有玛纳吃 有安春 有水喝 上帝都一一地供应 那是上帝供应给他们的 第三 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 上帝是那一位带领他们 进入应许之地的上帝 上帝说了 就会成就 因为他是信实的神 而现在摆在他们眼前 就是很快就要进入到迦南地 很快他们就要承受他们祖宗 所引颈盼望的那块的土地 他们的祖宗过去 曾经来到这个土地的边缘 但是因为信心的软弱 他们没有办法进到迦南地 反而掉过头来 在旷野漂流40年 现在换了一批的人 现在这一批的人 他们也来到同一个的点 也是在迦南地的边缘的时候 上帝重新与他们立约 也提醒他们 上帝是征战的神 是供应的神 上帝也必然是信实的神 会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 这是立约的那种的情况 上帝先表达他会做些什么 他是怎么样的神 他会做些什么 当然在这一篇的约里面 上帝也要求上帝的子民 这一些被他拯救的 被他带领 被他供应的这一群上帝的子民 人的责任又是怎么样 上帝的责任 供应他们 带领他们 为他们征战 那以色列人的责任又是什么呢 在经文给我们看到 其实这也是生命纪的核心 生命纪里面多次的提到 要去遵行 要去遵守上帝所赐的诫命 要去遵行主的道路 要行走在主的带领当中 这是以色列人 他们需要尽上的这一刻的责任 上帝竟然带领他们 上帝竟然把律法赐给他们 他们就要在神的面前立志立约 遵行上帝的话语 第二 经文在第十八十九节那边 告诉我们说 另外一个以色列人需要负上的责任 就是他们需要忠心的跟随耶和华的脚步 因为进到迦南地 他们要面对许多的诱惑 他们住在他们当中的 都是偶像崇拜 非常严重的这些的族群 有很多很吸引人的这一些习俗 有很多很犯罪 很犯荡 没有被约束的一些的行为 而以色列人需要在神的面前 来去紧紧的依靠神 紧紧的抓住上帝他自己的应许 认定耶和华是神 拒绝任何的偶像崇拜 不能够让这些的习俗 不能够让这些偶像的崇拜 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去发酵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篇的约呈现了两个层面 上帝先说明上帝成就了些什么 上帝怎么样带领这一班的以色列人 上帝怎么样跟他们祖宗立约 现在再一次跟他们立约 上帝怎么样为他们征战 怎么样供应他们 怎么样信实的引导他们 而以色列人 他们也需要在神的面前尽上本分 来回应上帝在他的爱跟恩典当中 所与他们来立的这个约 他们需要立志遵行神的话语 然后他们要立志远离偶像 远离恶事 远离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又怎么样看待 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 其实每一个月教会有圣餐崇拜 那个圣餐本身就是一个约的提醒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被提醒上帝为我们成就了些什么 耶稣基督使在十加上流出他的宝血 把他的生命也为我们而摆上 上帝做了他那一个部分 而你跟我这就是一个约 因为我们就有那一个要尽上的本分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有没有爱主 我们有没有行 他要我们行的这一个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完成 所托付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 弟兄姐妹 我想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敬拜他 我们来所圣餐 让我们再次地被提醒 神与我们立保贵的约 我们要去回应 是因为爱我们 拯救我们 施恩典给我们的神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看见 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 你再次与以色列 新的一代的以色列人来立约 主啊谢谢你 你总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成就了许多的美事 帮助我们 真的能够在你面前 依靠你的带领 我们来回应你的话语 回应你的恩典 按着你的心意而行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